一说到越南美食 大家马上会联想到佛或者是板妮 但你吃过当地的家常炖牛肉吗? 它有点像锅内的红烧牛肉 却用了椰子水来炖煮 还用了香茅和五香粉加持 通常搭配着越南法棍或米饭一起吃 有时候也会加入米粉变成了汤粉 Hiya,我是Siesta 今天我们来做第43个国家的家常菜 越南的红烧牛肉Bukol 首先我们来处理牛肉 我用了牛铃部位 筋膜跟脂肪比较少 所以不需要事先汆烫 但如果你喜欢吃牛腩、牛腱、牛筋、骨尾 那就要用传统的做法 先汆烫过水水 再进行下面的步骤 把干葱头和姜切磨 我这里用了两只香茅 浸泡10分钟后把粗糙的外皮去掉 一只的根部切碎 另一只的根部切断 胡萝卜、洋葱和土豆切大块 然后我们根据食谷来腌牛肉 至少腌一小时 用料再看之下好像很复杂 但大部分都是我们厨房比较常见的 牛肉腌好之后下锅煎到金黄断身 就起锅备用 然后开个新锅 根据食谷把大料和香叶中火爆香一下 然后牛肉回锅 加入番茄糕炒匀之后 就可以加入椰子水和洋葱 转小火盖盖煮一小时 牛肉炖了一小时之后 就可以加入土豆、胡萝卜 然后根据口味放盐、鱼露、鸡粉、糖等等来调味 盖盖再炖40分钟 或直到牛肉酥软 牛肉炖好了上锅前 先把大端的香茅、大料捞起 如果汤汁比较稀 可以用淀粉水勾芡 最后撒上香菜末 淋上点辣椒油 几点柠檬汁 激发香味 这个汤头超级浓郁鲜甜 真的是太好吃了 相信我一定要去试试看看哦 Enjoy